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叫做 滴滴汪沙休息站 R&R滴滴汪沙 就是去吉兰丹的途中 东西搭到 一路上 必定会 经过的一个休息站 所以很多人就会 停在这里 上厕所 或吃个午饭 这里有一家餐厅 是可以休息吃午餐的地方 这里滴滴汪沙休息站 最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在这边 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中央山脉 滴滴汪沙山脉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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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大马路边的阿玛丽娜 Selera Pantai Timor 就是东海岸美食 现在我们来这里吃午餐 这里是每次我们有来吉兰丹 一定会停下来吃午餐的地方 大马路边 小口 坐 en大马路边 坐在那边 小口 大马路边 大马路边 我们昨天喝了 。 小口 大马路边 以前的 現在是早上8點左右 現在我們在 吉蘭丹的都城 哥達巴魯 今天我們會 展開一日遊 吉蘭丹的哥達巴魯的一支遊 這些就是吉蘭丹的特色早餐 剛才會有上次 什麼調味料 這個是肚子 這是肚子 這個可以吃 每次都要吃 四口 兩口 大概可以吃 吉兰丹城市有的第一站 现在我们来到吉兰丹河 这个是岸边的一个观景台 这就是吉兰丹河 这里环境很舒服 很安静 有人在钓鱼 这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一个大钟楼 我们去看一下可以上楼上吗 我们现在买票 买的票可以上去看看 一个成人城两块钱 还可以上到最顶层 这里是第六楼 也是最顶层的 这大巴鲁的钱序 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 这个观景台 河边的观景台 现在我们来旁边这个逛场逛一下 这里有一些很漂亮 非常漂亮的壁画 这一栋骨楼非常有味道 而槟城的那些英式的殖民地建筑物很像 很漂亮的 很漂亮 这里其实是一个独立广场 就是吉兰丹的国家独立广场 以纪念马来西亚独立 这是一个皇宫 这是一个皇宫 门票一个大人权两块钱 很便宜 里面不可以拍照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拍 只可以拍外面 在皇宫的旁边 好像也有另一个类似皇宫的一个地方 可是这里好像不是观光处 这里好像是一个工作的地方 因为是不可以进入的 所以它的确是不可以进 没有准 没有批准是不可以进的 这应该是一个办公室 政府的办公的地方 现在我们离开了皇宫 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 就是这里一个很出名的本地市场 本地菜市场 所以也是 德达巴鲁历史很悠久的一个菜市场 现在我们到了吉兰丹 一个德达巴鲁 很出名的菜市场 就是这个City Cardia Market City Cardia Market 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一个市场 里面上市场 这里面上市场 没有 никак的本地有 我们到此了 也会参加尝吗 因为这些原则不能进入 水里面熟 七材的墙壁和这个圆顶是这个菜市场的一个特色 也是一个象征性 走了一个早上还蛮口渴 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吃一些小点心和一些甜点 试一下本地的点心 这个小小的一个小贩中心就在菜市场的旁边 有很多本地的特色很多食品我都没有见过的 特别是它的甜点饮料很特别 我在其他的地方马来西亚其他地方的里面见过 这就是吉兰丹的特色 虽然马来西亚到处有的卖 可是吉兰丹的还是最好吃的 我们吃完点心了 现在想要开车到郊区 这里有一些很漂亮的海滩沙滩 可以遥望东海岸南中国海 我们想去那些海滩去看一下 有一些海滩看网上拍的很漂亮 过去找探索一下 这个海滩好特别 满满的都是这种山树 不知道这是山树还是冰树 也不是很懂 可是这些树拍的满满的都很漂亮 从树林一路走到尾 就是一个海滩 一个很漂亮的海滩 这里是马来西亚的东海岸 所以这里的海是南中国海 有很多喜欢钓鱼的朋友都会在这里钓鱼 蓝蓝的天空很漂亮 很优先 这个美丽的海滩叫做班戴圣诺 班戴圣诺 离开市中心大概15公里 开车的话大概20分钟左右可以到达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 很有闲 这些有一些本地的特产 咸鱼 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沙滩叫做班戴圣诺 在刚才的沙滩的附近 在刚才的沙滩的附近 大概再开个10分钟车就到了 就是这个班戴露宿 很漂亮喔 没有人 空空的 那边远处有一个灯塔 很好看 沙滩的最后一趟 现在我们来到吉兰丹这边最出名 也是游客最多的半代加哈亚布兰 也叫做月光沙滩 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沙滩 这里呢在傍晚会有很多餐厅 有的选择可以吃晚餐 因为现在是下午啊 中午 现在是中午三点左右 所以很多都还没开 不过我们肚子也饿了 随便选一间 先吃一些简单的小食 在这个沙滩 我们就坐在好像这个亚打屋的小房子里面 亚打屋的小屋子里面吃 吃午餐 也有一番味道啊